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猫头鹰波波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厨师 波波的家是开餐厅的 在咕噜山的山顶上 那间从树顶突出来的餐厅 是小鸟们最爱吃的地方 厨师是波波的爸爸和妈妈 今天为了帮即将出外旅行的候鸟们举办欢送会 厨房里好忙碌哦 让我坐坐看嘛 我一直在旁边看 已经把做法都记起来了哦 波波很想要帮忙 爸爸笑着说 你还拿不动这么大的平底锅啦 妈妈也说 等你学会飞了 可以去森林里找果子 去牧场拿鸡蛋和起司回来才能帮忙哦 我已经长大了啦 也可以帮忙跑腿 波波张开翅膀 试着拍了几下 这时候 一阵风吹过来 波波波飘了起来 耶 我会飞了 可是 风一下子就停了 波波一直咚咚咚的往下掉 最后 波波掉到了草地上 波波波抬起头 却已经看不到树顶上的餐厅 他赶紧往树上冲 却湿入都溜了下来 试了好多次都还是爬不上去 杀脑筋呢 咦 是有人在说话吗 杀脑筋 是说我吗 波波寻着声音和一股奇怪的味道走去 原来是一只岩鼠正坐在一堆地瓜上叹气 是什么是让你烧脑筋呢 你肯听我的烦恼吗 我很会种地瓜 结果收成太多 根本就吃不完 所以我开了 所以我开了一间地瓜餐厅 想让大家都来吃 可是我不会做菜 地瓜都烤到烧焦了 波波一听 眼神闪闪发亮 那让我来帮你做菜吧 什么 你会做菜吗 岩鼠的眼睛也发亮了 有救了有救了 要帮我做得好吃一点哦 岩鼠厨房里的平底锅 对波波来说大小刚刚好 我得想想该做什么料理才好 波波烧开了水 把地瓜放进锅子里煮软 他将地瓜赤皮 加入砂糖 鸡蛋和鲜奶油混合 然后把地瓜皮当点心盘 放上地瓜泥 再涂上蛋黄 最后 放进烤箱里烤 烤地瓜泥完成了 这时候 嗯 闻起来好香哦 是什么甜甜的味道啊 嗯 好像是热腿腿的香味哦 我的肚子在叫了 咕噜沙里的动物们 全被烟团飘出来的香味 吸引过来了 这时候 树顶的候鸟们 已经出发去旅行 猫头鹰妈妈 依依不舍地说 候鸟不在 我们店里 要冷清一阵子了呢 咦 波波跑到哪里去了 他以前都会来帮忙收拾的啊 爸爸这才发现波波不见了 波波 你在哪里 爸爸和妈妈四处找了找 但是床上和柜子里 都没有发现波波 波波 你在哪里啊 这时 从树下传来热闹的声音 在树下 咕噜山的动物们正开心地排着队呢 咬啊咬 嚼啊嚼 烤地瓜泥 焗烤地瓜 地瓜蛋糕 地瓜派 巴斯地瓜 波波的地瓜料理 一下子沉浸到大家的肚子里 严蜀开心地说 我舅的地瓜 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嘛 原本的那堆地瓜 终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来的客人 是波波的爸爸和妈妈 哇 这个很好吃耶 把这道烤地瓜泥 也加进我们餐厅的菜单里吧 明天开始 波波也是我们家的厨师 波波开心地说 我真的很会做菜吧 可是 有一件麻烦事 波波还不太会飞 所以没有办法回到书顶上的家 波波的眼眶里含着泪水 咕噜山的动物们看他这样 悄悄地聚在一起 计划着某件事情 然后 来到波波身边开心地说 一切包在我们的身上 过了一会儿 鹿运来了一堆木柴 力气大的熊用斧头把木柴 劈成两半 很会爬树的松鼠拿着木锤 把木板沿着树干四周盯上去 就这样一直绕着树干往上钉 在大家全力合作下 一座同往猫头鹰餐厅的楼梯完成了 这是为了答谢你做好好吃的料理给我们吃 谢谢你波波 隔天 很多动物们已经来餐厅排队了 波波微笑着说 今天的料理是用岩鼠中的马铃薯做的哦 爸爸和妈妈也很开心哦 多亏有了波波 才让猫头鹰餐厅有了新客人 今天 咕咕山上有好吃料理 还可以欣赏美丽风景的餐厅 一样大排长龙哦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哦 赶快把眼睛闭上吧 好好睡一觉 做一个好梦 Good night Good n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